我们今天会提前一龙 聊天 Long wil Long 我们在圣诞 我们在圣诞 我在英国 伦敦 我在英国 伦敦 一龙 加油 一龙 加油 一龙 加油 我们在圣诞 我在上海 我在郑州的地府 请关注6月6日 一龙 波球 世纪之战 距离6月6日 一龙和波球的世纪之战 只剩下一周时间 现在 我们根据两人过往的赛事和战绩 来做一个全形展现 我现在是在迪赛事下 你说的 那个人 是非 你们在导致 我们在公司 对 我们在大网络 我们在这陈诺 我们在大网络 我们在都是 我们在大网络 发生的 你们都没有 我们在大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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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起来相当的惊人 光腿部的力量 就可以推三个大人 还有加上一堆这个杠片 所以他的腿部力量 我相信应该是不输拨球 甚至在拨球之上 希望一龙能够拿出 他最好的表现 因为过去 他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国人 会认为他不敢打 不敢啃硬的骨头 那这一次我们找来了 最硬的一个骨头给他啃 希望他就好好的啃 啃给大家看 随着比赛时间的领进 这场比赛 已经被两国全民 演绎成中国功夫 和泰拳的一种较量 这无疑给两位 都带了一些外在压力 6号决定你的命运 来跟 你死定 波球 帮忙过来吧 过去 波球立体 多变的泰拳技术 及过硬的拳腿威力 让中国选手们吃足了苦头 然而 在自由搏击技术 发展的越来越接近 极致的今天 波球的技术水平 和身体条件 也进入了瓶颈 这一点 从2014年K1决赛 波球与恩里克科尔的对决 和5月2日 波球与中国选手 援兵的比赛 就不难看出 在与小滩两个级别的 中国选手援兵对阵时 波球竟险些翻船 最后一回合的体力残尽 更是令人担心 都是资格的 牛屈高手 比赛就安 这句话 更是药 所以 你不愿意 保护豪 想这条件事 这条件事 给予给 取得 稳疑 手 搅拐 永远 空 这条件事 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日本中京 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武林峰东京战精彩继续 第七試合を開始いたします 青コーナーより 優雅センチャイジム選手の入場です 我们正在日本东京的戴戴木体育馆 为你呈现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走进日本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 来自中国香港负得拳馆 有请陈其聪聪 大家好 我是陈启聪 今次中日大战 我们武林峰一定会必胜的 陈其聪 是这次武林峰派出的 唯一一名香港选手 他从香港时飞到东京 才和大部队会合 还同他一起的是他的哥哥 陈其敌 兄弟俩既是队友 也互为助手 虽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但兄弟俩 毕竟才20岁出头 更衣势力 大家不停地对他进行鼓励 尽量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 别紧张 紧紧全力拿就行 知道吗 陈其聪的对手 比他大了整整11岁 比赛经验也丰富得多 但是成长 不会惧怕任何对手 尤其聪 对手 尤其聪 尤其聪 本场比赛 南方来自香港 副德权馆 香港57公斤级 派拳金腰带 猶忠者 摆拳区 成 其聪 聪 尤其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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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号世界大战 一龙加油 一龙加油加油 6月6号世纪激战 看你的 6月60万七点半 河南卫视 现场直播 咨询电话 0371-5671-1266 185-7410-7070 这里是武力宫 横队双方冲发赛 走进日本的比赛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57公斤级的自由搏击比赛 比赛的双方 带有红色拳套的是 来自中国的陈启聪 中国香港的陈启聪 而来带有蓝色拳套的是 日本的玉野 双方的这个年龄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陈启聪只有21岁 而对方有32岁的 这样的年龄 陈启聪是2013年 亚洲全盟争霸赛 57公斤级的金腰带 2014年WFK57公斤金腰带 来自中国香港的福德拳馆 而对方是2014年 第三代NJKF超级泰拳赛的王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手上的胳膊上的壁估 他是来自东京的善猜拳馆 可以说两位善猜都是这种 泰森的顶 那么在自由搏击的擂盖上呢 双方就要谁更适应这个擂盖 可能谁的这个优势就会更大一些 双方一上来的这种节奏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来说呢 相对较缓 而且重击相对较多 特别是陈起松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战架 是这种泰味很重的这种战架 对方呢 这种也是把重心靠在后面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呢 我们的自由搏击列台不会像泰拳一样 这种重腿轻拳 在这种腿法的打击 只要清晰有效就会给有效 但是拳法呢 只有位移成为有效 拳腿是五零零对开的 双方都在进行这种态势标准的 这种低位的扫砍的干扰 我相信双方都是这种泰拳王 那么在这种进攻的时候呢 会有比较不错的基本攻和抗击打 在我们这个武林锋的内坛上呢 是允许接腿摔 但不允许接不允许带摔的 但接腿摔不被击入点数 所以这种接腿绝大多数是一种战术的方式 而孤颈以后呢 是不允许联西呢 就克制着泰拳手的一些技法发挥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种泰拳选手 他相对于我们看到的纯泰或者泰式的选手呢 他的拳法呢 连击的密度更高 而且只要找到机会呢 这种拳腿的打击会更好 他的腿法呢 不像我们传统看到的这种泰拳 是拔地而起 利用这个体肿和甩胯 全身都压过去的这种重量级的进攻 而绝大多数会有这种膝盖的路线的变化 那这样的话 而且在收腿的时候呢 态势的是直接抡出去 我不太在意我的落腿落点 而这种日本的这种进攻呢 绝大多数他的收腿也会很快 有这种往回勾的这种力量 虽然牺牲了一点点力量的进攻 但是却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左 左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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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也是非常非常地不易 有章法 这种商量进攻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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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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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这个32岁的老将玉野的确打出了自己不错的进攻的气势 这位东京擅拆拳馆的2014年的NJKF的王者 双方现在在拼拳 在这个打击落点上 玉野因为这个先发 一直在这套进攻中一直在先发 所以相对陈启聪来说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优势 但陈启聪并不落后太多 陈启聪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步法移动 不要跟对方对轰 因为明显可以看来这个对方的经验比较丰富 陈启聪把对方的鼻子打出血了 双方在对轰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拼了一个对对方拳把落点的一个预判 和对步法的一个预判 如果双方主要是以这个直拳来进攻的话 那就是以这种左右摇闪和步法 左右方向的步法会比较有效地躲闪对方的进攻 如果是摆拳 那么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低位的摇闪 另外的如果对方的吸法不好 可以进行低位的摇闪 如果对方的吸法好 那就可以把距离拉进去 这样的话 对方的这种轮摆就会打在手段上小臂的 陈启聪在这个一轮对轰以后呢 有一点点这个窃了 我们可以看 如果一直往后退的话 这个在我们裁判的判点中会有一定的不足 对方还一直保持着这种进攻 其实在刚才有将近20秒到30秒 这样的对轰中呢 实际上陈启聪是不吃亏的 但是在后面的这个 陈启聪找回自己的节奏了 找回阵地了 对 就是要跟对方啊 漂亮 陈启聪的这个守防御一定要注意 不要总进攻 不要只顾进攻的时候 要注意对方的反击 你看日本选手的这个 有这样的特点 他的这个腿啊 不踢老 也就是这个力量呢 不用劲 他就会收回来 然后用自己的拳再多打一次进攻 陈启聪已经有两次高扫 可以清晰地踢中了对方 即使在对方的防御之下 对方一直在压着陈启聪打 陈启聪在对方袭击落手的时候 有一个后手的迎击击中 双方这场比赛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 双方都 漂亮 可以说这个日本选手 包括陈启聪 双方的拳法都没有在这个重击上 太过纠结 一直打的是这种点数 那么这种高速的这种对拼 和立体的对轰 漂亮 对方的拳法都没有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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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号世界大战 一龙加油 6月6号世纪之战 一龙加油 6月6十万七点半 河南卫视 现场直播 咨询电话 037156711266 185 7410 7070 5月6号世界大战 这一类台上的一种选手的选择 因为绝大多数的选手呢 是以腿法 把自己的这个腰胯带过去以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部署 而对方呢 似乎这个打法呢 没有这么明显 特别是对方的这个拳法落点啊 这个头和腹骨 以及两位的这种落点的选择呢 相对来说呢 更加的血液 陈启聪通这组合打得不错 两个低嫂接拳再接腿 换步 这个在泰拳手里面呢 是不太容易出现 而且不太好练的一个方式 因为泰拳呢 讲究这个落点要站得稳 如果要这种前后腿的换 是需要很好的这种协调性 和对这个各种腿法拳法的 这种理解要好一点 才能做到这一下 我现在打得慢慢的 我看这个身体的预言啊 已经比较放松了 在这个后退鞋后退摇闪的时候 右手击中了陈启聪的脸 特别是这个陈启聪呢 更擅长这个中距离 或者中远距离的对拼 拳马和腿法的落点 而对方呢 即使打中距离 甚至中近距离的时候 也会用自己的吸法 完全不用考量的这样的进攻 所以对方的经验 的确是非常的不错 陈启聪这一回合 在压着对方打了 因为第二回合 被对方压制了一段时间 这一回合在压着对方打 也是他这个教练团队 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表现 在打着打着 陈启聪又往后退了 陈启聪两次连续的扫踢 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生力量 双方与其说是一个 泰拳的比赛 倒不如说是一个泰拳 已经演化在自由搏击擂台上的 一种演绎 不可以看到双方 没有出现像那个泰拳手的这种 一直连续的三攻步 低扫的对卡 甚至内围的抢夺 双方一直在保持着 这种打击的这种频率和密度 实际上双方应该对这个擂台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陈启聪的这几次连击不错 不错继续保持 双方的如果说在第一回合区别不大 第二回合对方拿到了局点 那在这一回合 在最后十秒前呢 我个人认为陈启聪 有一定的优势 其实我在来打了我一定调节自己的打法 把自己的体力拍出来最好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东京战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 70公斤级 王伟对小溪拓振 61公斤级 精英对坐腾昌 大家好 我是中国勇士王伟豪 东京我来了 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武林峰东京战精彩继续 人的一生必会经历坎坷 我也是一样 我经历过艰难的比赛 感受过观众的非议 也面临过他人的质疑 波球 你我相约三年未能一战 作为中华舞者的一员 我将会用这场比赛的胜利 来捍卫中国共和威名 波球 放马过来吧 我们在法国 这里的华人都支持一龙 请大家关注六月六日 一龙波球世纪大战 一龙 加油 我是华人留学生 我在美国 请支持一龙 请关注六月六日 一龙波球时机大战 武林峰时机日战 波球 加油 一龙 五二 一龙 五二 一六 六月六十晚七点半 河南卫视 现场直播 咨询电话 0371-5671-1266 185-7410-7070 我们这里在东京 的戴戴木体育馆 为您呈现武力风 环球翘王争霸赛 走进日本的比赛 下面将请上来 本场比赛的洪芳 他是中国男子 70公斤级 最强阵营军 有请王伟 小夕拓阵 是日本中生代 搏击领军人物 坐镇主场的他 轻松通过了承重 以意代劳 等待着王伟的到来 欢迎光 相比起来 王伟要辛苦得多 经过一天奔波的他 没有任何调整的时间 就开始绕着 偌大的体育馆 跑步将中 同样的身高 同样27岁的年龄 同样有着娃娃脸 和俊秀面兽 不是冤家 不剧头 东京 我来了 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小夕拓阵营军 小夕拓阵营军 他就是王伟 中国三河赛 参加 王伟 比赛现在开始 加油 加油 好 这里是武林峰走进日本 我们在日本东京武林大丹木体育馆为您带来的这场是70公斤的自由搏击的比赛 红方带着 穿着蓝色短裤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王伟 而穿着这个黄绿色还有银色短裤的就是日本的小夕拓阵 双方王伟26岁对方27岁 双方身高差距不大 王伟呢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选手 刚才这个色帅队打的这种三打风格还是非常的明显 王伟 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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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时隔八年以后呢 武林峰再次回入日本这场比赛 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打的都是非常的艰苦啊 日本选手的确手型非常不错 我们看到王伟刚才一个近身打进两拳马上退出来 这是我们典型的这种散打清零快的这种特点 虽然牺牲了一点点的这个后手的直拳 虽然牺牲了一点点的力量 不过在这个打击的有效性上 对方这个进步以后无息两次 对方呢是2013年ISKA的日本王者 所以说水平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伟打了一段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硬度和抗击打都还是不错 王伟到目前为止的这个点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台上的这个裁判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裁判叫和平良爵 这位大光头裁判的我们相信很多关注过日本这个PRIDE的这个观众 应该是知道他的 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在短短的时间内的这个眼圈已经有一点点红肿了 王伟的前后手的平勾击中对方夹上后腿的一个低扫 好打的是非常的流水 但是王伟一定要保证自己这个手啊一定要抬在上面 刚才在这个几次进攻以后呢这个握手掉的有一点点迹象 好漂亮前手的刺拳 非常好 你不觉得走到 趁对方提腿 后手机腹前手机头 真的是非常漂亮 王伟整个的进攻打的都是 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位中国选手啊 这个摆拳打在手套上了 对方的直签 新的一个后期间摆哦 登上一个后期间摆啊 登上一个时点 那是10分 登上一个时点 登上一个时点 那是10分 登上一个时点 登上一个时点 王伟在整个的这个进攻中啊 整个的这个运用的拳法 我这在对方非常不错 对方一直导致对方没有办法 只能拿这个手套去挡王伟的眼来控制这个距离 让王伟不敢往里探摇半放 双方换屏 各位 一龙加油 我支持你哦 加油 一龙加油 一龙必胜 一龙必胜 一龙加油 一龙加油 一龙兄弟 六月六号世界大战 一龙加油 我是五月 我是张晓和 关注世纪之战 一龙加油 六月六十晚七点半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咨询电话 零三七一五六七一一二六六 一八五七四一零七零七零 因为在第一回合 进攻比较多 我们相信呢 在第二回合 对方也开始熟悉他的方法 以后呢 我们看 王伟在这个踢腿啊 这个出腿的时候 包括出拳的时候 这个手有一点这个习惯性的下掉 对方接腿以后 一握手之拳 对方开始打这种阵地战了 把王伟夹在这个整圈边角上 这个时候王伟一定要走出来 不要被对方挤在这个脚里边 两次 赶紧从脚里出来 还被对方挤在边角里 因为在边角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越往后的这个空间是越小的 这样如果对方想进行弧线打击 特别是弧线打击的时候 这个你很难从边上跳出来 从边上离出来 因为没有空间 趁对方抬腿的时候 用前手用这个后腿的斜击 也阻击了对方几次 对方开始加图了自己的进攻 把王伟整个的这个移动 只要移动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也中了几拳 在这种高速的移动中的王伟 有一点点这个失去自己的落点了 中了对手几次这种前手的这种刺拳 又一次 王伟呢擅长在对方稳定下来以后 进行这种突然打击再突然退出来 如果跟对方打移动再移动的这种对阵战的时候 王伟的这个劣势就暴露出来了 自己在这个移动的时候呢 同一个方向 如果变成两个方向的时候呢 这种反击的连续性就变得弱了一点点 对方把王伟挤在这个绳圈上 两次三次 这个逆转太 这个逆转让我太正经了 王伟不会被击倒就这样KO了吧 王伟被KO了 在整个比赛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对方突然改变了进攻节奏 这样马上打破了王伟所有的这种进攻攻速 对方不愧是ISTA的这个日本王者 的确打得在比赛中还是不错的 王伟对台下示意我还可以打 比赛的确我个人认为 第二局还可以站起来还可以打一下 不过有机会了我希望再给 我们可以再来一场 武林中环球拳王争霸赛东京战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 61公斤级 金英对坐腾昌 大家好 我是金英 我在日本东京稍后有我的比赛 请不要走开 武林中环球经战精彩继续 羟龙 大家好 我是一龙 6月6号 河南卫视 时局在30分 现场直播 关注我的比赛 咨询电话 0371-5671-1266 185-7410-7070 本日の第9試合 ブリンフーvsFG対抗戦 第4試合を行います 青コーナーより マーサ・サトウ選手の入場です 我们这是在东京的戴戴木体育场 为您呈现武林峰環球拳王争霸赛 走进日本的比赛 下面我们将请出来 本场比赛的红方 来自顺远搏击 有请武林峰新人王金英 金英是武林峰的新人王 但因为他的英俊帅气 也成为了这次比赛的人气王 不止形象好 金英还是位非常认真的选手 在进行规则说明的时候 他也最为专注 我能够打开 5个5 OK OK 长得帅气 打得漂亮 金英毫不意外地收获了女性观众最多的喝彩 金英一颗冉冉升起的心形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比赛 这次比赛我会全力以赴 赤トーナー ジンジントー入場 ナノメタイスクール マザー佐藤宏 本场比赛洪方2014年WRF武林峰新人王 他就是金英 比赛现在开始 好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峰环球小王者马赛 走进日本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日本东京国立代代目体育馆 为您带来了6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规则的比赛 带着红色拳套的就是来自中国的金英 蓝色拳套的是来自日本的 红差 金英一上来就攻势如常 我们都知道金英是在最近武林峰越来越展露头角的一位新人王 曾经在我们的这个武林峰拿到新人王的头衔来自这个顺远搏击 这个选手呢只有18岁 而对手有27岁 相对来说经验的对方更丰富一些 我们可以看金英上来直接不给对方这种做技术和战术的机会 我就跟你对拼 我让你没有时间展示自己的这种技战术 不过金英上来的这一轮的这个进攻啊还是攻势如常 他肯定会在第一回合为自己获得一些分数 我们可以看金英的这种打法的绝大多数还是将自己的这个进攻目线 以这种比较重的这种方法来击出去 打击的有效性我个人看到大概有 一半或者一少半的这个拳板是清晰打在对方身上的 有一半或者一多半的这种进攻是打在对方的拳套上 对方的防守还是很严密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夹肘的这种防护头的这种防御方式呢 还是对金英非常有效 因为金英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进攻除了前手是这个直拳打的比较多以外 后手的绝大多数还是有这种弧线的这种平勾或者是这种分摆 我们现在不担心金英的这种进攻入手 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金英能不能把这种体能保持下三个回合 因为相对来说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选手啊是这种打法比较黏 整个的打法的意志力是非常好的 想跟他们这个对拼呢 其实跟打泰国选手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泰式选手呢一般比较慢 所以我们在第一回合或者第二回合对他进行打击 然后在我们的分数上把这个拉开 甚至我们去跟对方拼拳 因为泰式选手中加擅长这种严手的进攻 在这种拳法的防御上呢 有一些是不太占优势的 因为在泰式里面呢 绝大多数面对这个拳法法的对手 可以用内围去斜置对方 控制对方的投径 让对方的平衡丧失以后 用吸去攻击 在自由搏击在这台上 因为没有办法连吸 所以会有一些的限制 这个花音刚落 对方一直在这个压制着精英往前压 这个就是日本选手的一些特点 他很喜欢把这个自己的步法 甚至这个阵地呢 压在对方的这个身上 而且不管对方的这个进攻频率呢 首先要把对方看清 整个打法比较粘着 在这个进攻中呢 上半身是相对来说比较直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较直立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这个日本选手 或者绝大多数 有这种习惯性的这种飞吸 或者是 它们帮助了 你明白吗 被没关系 那种然间就是 确定了 这种火力 也不会回应 与这种飞吸 也不会就会 这种飞吸 最有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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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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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用 顾巴小胜要 Herrn открыt ную手团伙肺部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合 seçer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方的这个打击频率明显是跟不上精英的这种精英速度 但是对方一直保持着自己这种步伐的往前的压 其实是对精英的一个心理上的比较大的 两次连续击中精英的面颊 其实我们面对的如果是我们在旁边看是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 如果你在擂台上你一直对对方进行不停的打击 而对方在整个的面容上甚至在整个的移动态势上 并没有减缓他的往前压的进攻态率 实际上对心理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突然进行不停的 好 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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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 三个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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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金英我们可以看到稍微有一些这个犹豫 为什么就是因为双方刚才有一个对轮的这种扫踢腿 是净碰净硬碰硬的 可能是对自己硬度上当时有一些疼痛 所以平时会给执志一下 从这个后边还有30秒钟 这个日本选手的这个进攻有效性明显体操了 金英的这种轮摆呢 面对对方这种严密的防守 打点不是那么有效的 我感觉到他们感觉到这种犹豫 有效的 这是你评找的 不是那么有效的 我在那个 Hollande 这种浪漫 supermarket 我刚刚突然觉得 我找到一种犹豫华 这种犹豫的 手是非常好 后手是拼高 独折 我会找到你 我的天 我的天 我会找到你 大家好 我是一龙 626号河南卫视 17点30分 现场直播 关注我的比赛 咨询电话 037156711266 18574107070 我们来自山城重庆 我在山家港 我们在南州 一龙我们新军 龙河加油龙河必胜 一龙输运 最后一个回合 可以看到 日本选手 右眼 有些清楚 在他的判断中 金英从 左侧 也就是自己的左侧 进攻的这种东西 对方的判断会变得 稍微弱一些 他的盲点会变大 如果金英的团队 可以注意到的话 可以利用对方的烈士 我们可以看到 对方似乎发现了 金英的一些打击的习惯 也就是金英的前手 是没有重拳的 只有这种 Jap 就是这种轻刺拳 然后以这种 前后手的连击 特别是后手的直拳 他的路线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直 所以对方似乎想在这方面做文章 我们看对方 前手的平折击 后手的上钩的这种连击 让金英也有一点点 金英的第一侧 低头的摇闪 被对方顶在了神圈边上 如果说第一回合 金英肯定是拿下第一回合的几点 那么第二回合 在后30秒呢 其实对方呢 是追悔了一个小高潮 金英趁对方进攻的时候 第一位的摇闪 用左手直接击中对方面颊 非常漂亮 在第三回合 还能有这样冷静的判断力 这位选手的成长 是可以看得到的 不过面对这种牛皮糖一样的 这种日本选手 一直顶着你打 让你没有机会 发出这种完全的力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 比较难受的这种进攻 因为在这个 我们这次日本的比赛中呢 是允许这个平局出现的 所以我很担心 如果金英 如果不能击倒对方的话 是不是也会 以平局收场 因为金英这场比赛 打的的确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的努力 看到他的成长 而对方呢 可以说在第三回合上来以后 除了前一分钟的时候呢 是越打越勇 整个的这种拳法 一直在对金英 跟金英进行对峰 这也是我看到的 成长打的这个 最艰难的比赛之一了 后手上钩 上踢 跟日本选手打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心理素质 实际上我们的技法上呢 已经非常成熟了 但是面对一个 无论你怎么轰 都一定要往你身边 打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呢 这个心理素质 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这个时候还要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 前后手的直拳 要把路线打直 不要进行转摆 对方的这个拳 这个防御呢 还是非常 非常模式化的 是主要是防在自己的 这个太阳穴的两侧 这个对 这个无线型进攻呢 是有非常好的防御 防御作用 这场比赛 无论输赢啊 双方打的都 非常非常的出索 我们等一下 裁判的判军 外面已经是合不住的 底下的 我们要赢了 我们要赢了 没有赢了 谢谢大家 这场比赛 我们要赢了 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回去自己好好加强吧 再接再厉 跪再坚持 波球 你我相约三年未能一战 我每天都在等待 六月六日这天到来 作为中华舞者的一员 我将会用这场比赛的胜利 来捍卫中国共互的威灭 波球 放马过来吧 我们是迪拜华人 支持伊隆 伊隆 加油 伊隆 必胜 伊隆 加油 太郎 太郎 伊隆 加油 支持波球 波球 波球 伊隆 伊隆 加油